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 而了不起 老夫 老妻 我们家大富豪 真是好大 你这眼睛那么大 能不能看不清楚东西呢 你能安静一会儿 我现在在做菜 南通的 红烧狮子通 味道好不好我也知道 我就是高琴伴奏 你就是场地演奏 行吧 太好了 啥就过去了 不带自己表扬自己的 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 行吧 回家吃饭 回家 要回家吃饭 今天呢来的是一个新疆的朋友 我今天做的是海鲜 做海鲜 虽然您看我住在新疆离海远 但是我爱吃海鲜呀 带给大家的这道菜 叫做见我虾球 一入口就感觉 这个特别有嚼劲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 为了小高嘛 杨婷给他打造了一款海鲜手刀饭 哇 香味儿猪鼻 米香刺液 还有这内容特别的丰富 我们仨是因为海鲜结缘 今天呢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大家看我们今天案板上呢 摆着几个囊 我相信大伙跟我一样 都猜到了 今天呢来的是一个新疆的朋友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今天究竟给我们做什么样不同的美味呢 那么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达人和大厨 欢迎二位 小师哥 你好你好 老说人的大厨 您好主持 不是那个您是不是走错了 但那时候您没说顾助理吧 顾了 您顾助理了 对 而且是达人 做新疆菜的达人 哦呀 就是您就来做新疆菜 您没看错 我是新疆人 但我是新疆的汉族 哦您是汉族 对 哦 那所以说今天您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 您在新疆常吃的一道美味 这个您说错了 哦 带来一下 我今天做的是海鲜 做海鲜 虽然您看我住在新疆离海远 但是我爱吃海鲜呀 这是一个呢 虽然说生长在新疆 但是有一颗海鲜味的新疆小伙子 所以咱们今天先认识一下 首先您自我自我介绍 我们熟悉一下 哦 行 大家好 我是高博文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哦 除了爱吃新疆菜之外呢 我最爱吃的海鲜其实就是虾 所以今天呢 我带给大家的这道菜就叫做 芥末虾球 芥末虾球 我觉得它有点结合的意思 中西 中西 结合 对对对 那么按照惯例呢 段大厨也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段大厨 二十三冬 是一个第一名叫做焦东大厨 焦东大厨 首先我问问小高 比如说您今天准备的这个馕 今天用不上是不是 对 今天这个馕用不上 主要是做馅 对 那咱们先来就边操作边说 首先呢 您给我们今天准备的什么馅 今天准备的是青馅 我觉得你小时候是不是很少吃到馅 小时候一个是吃虾吃的本来就少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这种口味的也很少吃 对很少吃到这种口味 所以当时给您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感觉哎呦太特别了 对当时就觉得 就怎么会有这种很神奇 就像很少接触过的这种味道 所以后来您就经过研究 然后今天就要把您研究的方案 给我们展示一下 对对对 咱们接下来呢 就处理这个青馅 对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不是要去除虾线 对对对 然后去除虾线这一块呢 其实我最开始吃虾的时候 不知道去除虾线 也是有一次我吃饭 然后看到我就是在处理虾的时候 它就从这个虾的这个尾部 倒数第二节的这个鳞片 然后把它戳进去 然后就开始挑那个虾线 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能够把这个虾线 慢慢地给拉出来 这样呢小高 我给你说一下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么了 首先要就是把这个虾拿掉以后 把这个头去掉 先去头 先去头 要把皮扒掉 留个虾尾 这样呢留个虾尾以后呢 它便于就说好好处理 对因为刚才小高 一挑的虾线没挑出来 对它没挑出来 你看这个从一二 第三关节 这就是一个挑出来 一下就挑出来了 所以说你带着皮它不好挑 这小高对挑选虾有没有经验 其实挑选虾呢 我认为第一步啊 就是先看这个虾的外形 先看这个头部和这个尾部 是不是完好的 并且这个头尾是不是和这个虾身 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然后并且呢 这个虾背要很坚挺 并且有一定的这个弯曲度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看这个色泽 虾壳上面就是很亮 并且是透明有光泽 对对对 然后第三步呢 其实就是看肉质 看这个虾肉是不是很紧实 是感觉它有一定硬度 对 并且有一定弹性 小高说的是买活虾 对对对 刚刚是买这种冰冻的话 冰虾 它冻虾的话 第一就是像小高说的 就是化开以后 这个虾粘不粘 而且呢就是说 它这个肉啊比较软 如果是我们碰上那边 它肉特别软的就不要买 对一定不要买 它虾肉是面的 不是脆的 就不要买 对对对 特别是一定要挑一下 就是说那个 闻起来用种 那种怪怪味道的话 不要买 对对 所以说看这活虾呢 可以根据我们 小高的这个方式 如果挑选呢 冻的虾呢 那听我们这个段大厨的建议 尽量不要挑死的 或者有味道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啊 这个给大伙讲的 怎么处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准备了几个 去了虾线 拍着背的虾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拿这个虾 就开始处理下一步了 对对对 那我就是先要把这个 虾要提前腌一下 首先要腌制一下 对对对 这个腌制也是 给了虾增加一个味道 底味 一会儿我们要包裹它 对对对 然后这个腌制虾呢 首先要加入 一定量的这个料酒 去这个虾腥 对 加料酒尽量这个量 能把所有的虾 都浸润在这个料酒里面 没过它 对对 这样能够就是保证 所有的虾 去除里面的这个腥味 然后除了加入料酒呢 我们还要加入一点的 这个姜 然后可以把这个姜 稍微地往这个料酒下面 埋一些 然后除了加入姜片呢 还要加一些这个葱末 姜片和葱末 都是为了给这个虾 去除一定的腥味 并且提鲜 这个是要泡多久了 差不多这个虾 要腌制10到15分钟吧 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去调制一下这个酱料 对对 可能很多电视机前面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 你们在腌制的时候 可能很少有人的想到 大家需要上面 附一层保鲜膜 附保鲜膜的原因就是因为 可能有一部分的肉 会裸露在外面 暴露在空气中 时间一长的话 这个肉质就会变干 湿水 口感就不好了 明白明白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铺一层膜 对 我们现在再铺一层保鲜膜 可以 那我们再先放边上静置一会 可以 接下来我们操作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是 拌一下这个芥末酱 我们首先需要的 用到的就是这个沙拉酱 然后这个芥末酱 然后一定的这个小葱 然后还需要一个这个青菊 小青菊 这个沙拉酱是不是就是蛋黄酱 沙拉酱不是蛋黄酱 但小高这个他用的这个是 姜麦酱 其实用辣根要做的话 更好一些 味道相对来说 它能更融合一下 大叔说的我觉得很对 但是我今天带来这个呢 是我自己研发出来 比较特制的一种酱 那咱们这样 您边处理 咱们边解释 好嘞 配置的过程中呢 这个沙拉酱的这个 和芥末酱的比例 是按照20比1的这个量 去调配 就是沙拉酱会多一点 对 放一到两个的芹菊汁就够了 然后这个酱呢 就是首先先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最后加入这个香葱 我觉得加香葱的效果 首先它是香葱提点香味 而且最后出锅的大部分 像上也很好看 对 然后把这个香葱加在这个酱里 好 这个基本上搅拌均匀了 就可以了 那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该炸虾了 我们在炸虾的呢 这个酱也不能这么亮在这儿 这个也要盖上保鲜膜 也需要把它放进去 对 这个就先放到一标 好 咱们刚才这个腌制的差不多了 这一下 这边我是需要先把油烧 我需要先加点油 因为炸虾我们就要 可能要稍微多一点油 表面就成煎虾了 起码一定要锅了一半 这边油先烧着 然后我这边给这个虾来上浆 然后第一先把这个虾的这个虾肉 先裹蛋清 把它裹得比较均匀一些 就是虾尾这块我们一般是手持 然后就尽量不要粘到蛋清 尽量不要让虾尾这一部分粘到蛋清 对 然后这个虾肉上面要均匀地粘上这个淀粉 我想问问这个油大概烧到什么程度 可以下锅炸 大概是开始有微微冒烟吧 这个程度 我感觉有点高 我高了 我感觉有微微了 对 所以这个我一般在炸东西的时候 就会首先让这个油先烧热 就把它烧熟了 再凉一下 对 再凉下来 这样它就不会很快的炸裂 好 现在我觉得这个油温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炸虾 可以炸虾了 这个在炸虾的时候 首先要窝一下它 对 要窝一下这个虾球 成为一个球体的形状 对 然后就把它下进去 这样就可以迅速定型是吧 对 然后你看真是马上就成这个球状了 对对对 非常非常漂亮的 算了从大概您看就是炸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往回煎 因为它要复炸两遍吧 对对 这一次炸到一半 对 我从说 不然炸第二遍的话 里面这个虾肉就老了 对 就老了 汉中一湖 哎 而且说到油炸这个问题呢 我要给大复说一下 虾球复杂的原理 第一次的时候呢 油温低小火 是为了把虾肉呢 暂时炸熟 让表层已经达到高温的部分 往里传热 而使整块变熟 食物断熟之后呢 水与食物分子的结合会更加紧密 淀粉呢 则会锁住水分 再炸第二次低温小火的时候 内部的水呢 也不如升的时候容易扩散 容易把表面炸脆 那么第一遍我们虾就炸完了 第二遍的复炸呢 其实也用到了这个蛋清 之所以在用到蛋清 是因为让这个面包糠 能够粘在这个虾球的表面 那咱们开始吧 再蘸一下啊 看谁裹得越均匀又快 现在这个形状已经很有那个感觉了 那么这个我们第二遍 这个裹面包糠的这个工程 已经完毕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炸 都放进去 有种过年下饺子的感觉 对对 这个要炸多久 差不多啊 就炸成这个表面啊 呈现这个橙黄色 哦 现在就可以了 对对对 您直接拿着我直接摆 行可以 接下来我们做好了吗 这个 这个啊 现在摆盘已经完成了 但是还差最后一步 就是要用到这个石螺叶 石螺叶 也称杨茴香 然后也叫做雕草 就这种植物它其实是主要生长在这个地中海和这个东欧地区 然后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 然后把这个石螺叶呢 均匀地撒在这个虾球的表面 然后它这个石螺叶呢 一方面它本来有这个植物的清香 同时呢就是吃了它有促性消化的这个功能 好 OK 那我们撒完之后 这就可以了 还差一步就是这个酱啊 蘸着这个鲜膜香球尺 好 我们这菜呢就做完了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一定要蘸着这个酱 对对 嗯 这酱人这很清香 尝这口感 你说 可以吗 可以 就是能吃到鲜膜味 咱鲜膜味也不用那么重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 还好在哪呢 就是经过这个两面复炸以后啊 这个连壳的肉都特别的入口 对对对 一入口就感觉这个特别有嚼劲 啪啪的感觉 对 而且你看吃到后续的话 首先是酸 这个是沙拉酱的味道 对 其实它是芥末的味道 可以就放一点点糖 再揉合一下 好 好 谢谢段达出 对 今天做的虾非常成功 但是呢 我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泰特乐原味先 美味背后备足用心 泰特乐原味先 喊您回家吃饭 第一步呢 处理虾去掉虾线 第二步呢 腌制虾肉 加入料酒 姜末 葱末用保鲜膜封顶 第三步呢 调制酱料 将沙拉酱和芥末酱 按照20比1的比例混合 加入香葱末 第四步炸虾 第一遍呢 是将腌制好的虾 果蛋清和淀粉 炸一遍 第二遍复炸 是果蛋清和面包糠 复炸至金黄色 即可盛出 最后一步 撒上石萝叶粉 那么这一盘芥末虾球 就制作好了 三年前 两位就在我们这个厨房 那三年之后再来 你打算带什么菜 想做一个三八酱烤鱼 就是今天这个配方 是的 你确定要告诉大家吗 可以告诉大家 是吧 这是三年之后 再次回归我们回家吃饭的时候呢 给大家送的一个大礼 就是三八酱 安蓄的配方 董大厨 我们把这安蓄的这个食材拿走 您就只剩一块鱼了 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食材的最佳味道体现出来 菜的名字叫 不告诉你 非常感谢小高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 这么有特色的馅 问问这个顿大厨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 蟹肉海鲜手抓饭 手抓饭 这不是应该是新疆特色吗 新疆饭呢 我这不为了小高吗 我说良心给他打造了一款 喜欢吃了这个 莱宗缩的蟹 配上就是说 你看八爪鱼 三味丁 还鲍鱼的一种海鲜手抓饭 那拿出边做边说 首先呢 就是说 这个缩的蟹要蒸熟的 蒸螃蟹 先开火 把螃蟹的汁 直接放进去 对 直接放进去 像这么大的螃蟹 我们要蒸多久 能给它蒸熟 一般要蒸到 就是20分钟到25分钟 半个小时左右 对 半个小时左右 而且蒸的同时呢 我们也不放 因为它本身这个蟹味 就挺鲜的 那咱们蒸的同时呢 就是我要处理一下 就是前期的一些原料 因为就是小高呢 是新疆人 新疆离不了原葱 离不了胡萝卜 所以今天我们 也会用的 也会用的原葱 上的话呢 就说 切成就是丁 胡萝卜也有萝卜 对 也切丁 也切丁 我呀 我配到了这个广东菜筋 我不用它的叶 我用茎 为什么要选择 用它的这个茎呢 茎呢 就是第一呢 它颜色好看一些 第二呢 它脆 放三点 下半呢 我再处理一下海鲜 好 首先呢 是八爪鱼 八爪鱼呢 就是说 这部分呢 可以就是煮熟了以后 可以蘸辣根吃 但这个炒饭呢 我就不愿意放了 就不要有点鱿鱼虚 对对 把这个 从中间擀开的 下汤丁 鱿鱼一部分 就可以了 对 最主要呢 我要放鲍鱼 今天要加个餐 鲍鱼 鲍鱼呢 大家在家的处理的时候 用开水 烫半分钟 就是过凉 用刀 取出它的肉以后 把它的内脏 黑的部分去掉 然后用干净牙刷 轻轻刷一下表层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鲍鱼呢 就是一片为二 好 也是切成丁 好 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全就是 把料准备齐了 就可以了 准备齐了呢 现在呢 就是说要搓一下水 因为海鲜嘛 加点热水 我们要把这个 切好的海鲜 稍微过一下水 对 过一下水 水开了的话呢 首先要烫这个 这个三杯丁 放几个三杯丁 因为这个三杯丁 它比较大一些 提前要放下煮一下 这个三杯丁啊 非常好熟 就是说 搓到就是八层熟就行了 再一炒的话 就完全熟了 那怎么感觉 它是个八层熟 就是变颜色 变颜色 而且就是它 黄了 这就差不多了 煮到就是一分钟 就可以了 开水了 然后再放八道鱼 烫下八道鱼 但前期就是 在活的当中 就烫过了 这样就轻轻地 就是往水里边烫 就可以了 下部再把这个鲍鱼 在煮着鲍鱼同时呢 就是说 我一个特别的方法 我这个就是说 蔬菜呀 我不烫 我直接就是加开水 直接加开水 轻轻就是在水里边 泡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因为去有它炒上 又可以了 就是您是否觉得开始要焯的话 它是很容易焯过 对对 你看 马上就好 而且两步 真学到一周 它鲍鱼就差不多好了 胡萝卜用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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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我直接边炒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就可以了 好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看看这个现在 这缩子线怎么样了 好 来 打开看看 哇 变成红的 对对对对对 那咱们接下来就该处理那些 好处理 好 这个蟹首先要就是掰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用手压这部分 好轻松感觉 看这里边 哇 哎呦里头好多火 就满了 哇 好香 可以闻一下 哇特别香 特别新 那种就是海鲜的鲜味 在下面就是来开始剔蟹肉 就是在处理同时呢 一定要就是拿剪刀把这个它的筛一定要剪掉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吃螃蟹的时候抓住螃蟹以后 像掰开的 掰开以后你看 在里边 哦 有黄还有肉 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吧 然后呢就是先把这个腿啊一个嚼起来一会儿来用 把腿部嚼开 把这一块呢要剪掉 它的嘴部 然后呢把蟹黄一点点扣开 脏话呢就是说把这个肉啊搅开的 搅开你看 哇 就满黄了 可以把这个肉啊 哦 你剥就掉了 你看慢慢的 你可以先来尝一下 我先尝一个 嗯 来 哇 对 现在吃的特别香 特别香 特别香啊 就原来这原味 而且就是你看 剃的绝对都是渴 哎 主持 你刚刚吃这个蟹肉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蟹肉里面有淡淡的甜味啊 对 是吗 这就是来自说一下的本身的一种质感 就是在这里边 哦 而且这个来自说一下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嗯 还有糖类 哦 还有一些胶质 哦 就是你看就是淡淡的一种甜味 哎 就是特别补充你所欺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蟹肉贴完了呢 嗯 咱把这个蟹黄啊 用刀烧的 哦 改改刀 哎 改改刀 好了 下面我们现在开始做 首先就是滑下油 嗯 热锅粮油嘛 首先我炒这个胡萝卜 嗯 但是那个胡萝卜没烫 对对对对 哎这个胡萝卜好像是据说是跟油放在一起这个 对对对 胡萝卜素就出来了 你看这个油是黄黄的 马上捡图就一样了 虾子炒什么 炒蟹黄 蟹黄本身里边也有油 我们用蟹黄炒出蟹油来 对对对 用我们的五风大 我们酒店现在也用的 也用这瓶炒 而且这个米呢 就是在五常的原产地 所以这个米的效果非常好 已经闻到这个蟹的香味 和这个米的香味了 这样炒差不多的同时呢 一定要放上就是原葱 因为原汁是生的嘛 再一个时候呢 我放一点点盐 放点这个太太乐 先鸡汁 我为什么不放味精或者鸡精呢 鸡汁呢 它比较就是 它的汤汁是一样的 揉和一样 它能就是全部都沾合上 对对对 它有膜感特别强 好 下面可以先放鲍鱼 鲍鱼 再放八卵鱼 八卵鱼 对 背鲸 而且把蟹肉放进去 等一会儿蟹肉之后也不加 对对对 蟹肉放走了吧 它就就粘了 关键是现在是放这个 好 最后放一点点这个香油 香油 以后您学了这道菜以后呢 甚至不用出国吃 对对对 是吧 是 自己在家就能吃 对 现在马上就好了 好 范大厨 确实这个米炒完以后 感觉不一样吧 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跟您说 为什么这个米米中不得 因为五分毫米 三云好友 有每天还回家的 华人五分赞助提供 所以这个米越吃越香 都是整颗的这个 大块的蟹肉 对 好 这就是蟹肉 海鲜手抓饭 太完美了 泰特勒原味鲜 美味背后背足用心 泰特勒原味鲜 喊您回家吃饭 以洋葱和胡萝卜切丁 八把鱼洗净切丁 把鲍鱼处理好了 海鲜呢 一次就搓水 把这个菜鲜啊 用开水清新一烫就可以了 来到水清正熟以后啊 用剪刀搅开取肉 蟹黄切碎 锅内放油 放胡萝卜 蟹黄 加入米饭 原葱放里边 加盐 加一点鸡汁 鲍鱼 八爪鱼 蒜背丁 蟹肉 菜心 香油 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 你看 来吧小哥 来一勺尝一尝 水上闻闻味道啊 米香四溢 加上我们这个海鲜的味道 香味扑鼻 好不好 好吃 好吃 一口有啊 就那种特别的丰富 还能吃到那个蟹肉 蟹肉 还有蟹黄 还有这个洋葱的这个 胡萝卜的鲜香 今天的二倍都各有特点啊 我们仨是因为海鲜结缘啊 您可以学做这两道菜 一起呢跟家人分享一下 一口把海鲜都吃进您的肚子里